1987年 淘宝人家在当地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目标 民族安藏 男性没让女性 而女性 当中受造势和聂业生命运 这都算明女性在这里的地位而回忆反 可问题是唐朝以后 史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 为什么又突然消失了 关于这个问题 说法一直很多 大多数专家认为 这可能跟唐朝时期的一场百年战争有关 来看地图 唐朝时期 中国西部有一个强大的政权 土国 东女国就位于大高兴 土国的交界地带 常常知道文成功组 既战争人墓 唐朝初年 大唐和土国关于不末 两人相安无事 东女国自然就有危机 但是唐朝宗李俊继位之后 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宫元670年 土国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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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唐朝 还一成大 结果东西 就是上海 发自算命数 雅城发自命数 是第一云生成发自推算的一门张国书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发自命数 21年的道德 现场发自算命数 提高风险物体 林土法律 道长微信 2088 2688 他们可以想见一下 在那种情况下 处在夹缝中的东女国 他还能够平安无事 你要帮土国 唐朝就答你 你要站在唐朝这边 土国也不会轻描了你 北宋大家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 就曾经这样描写过 饱受战火 非常地东女国 说其中 在去西山 落水追溯被亡 债小小 不落 这可能就是东女国逐渐凋零的原因 那么这个神秘的女儿国 从此就交亡了 1982年 美国探险家 约瑟·胡洛克 来到中国的西南建训 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益 然而宁肯进去说过 就是是他云南交界的 如沽湖 这里除了景致还美 当地摩托人的生活习惯 跟外界还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我们可以来见识一下 这小姑娘名叫生龙超马 做的一半是她的全部家人 其中最首位的是她的老祖母 家里大小的事都由她说了算 第二位的是她的妈妈 打死妈妈 想管家里的孩子 扁人的女人掌权 其他呢 还有什么这个旧女人 说了个外甥奶 但是您发现想到他们人呢 没错 虽然她的父亲这个重要的角色 宁可别以为 撞到家里头是有什么变故 国父人家里都是这样 没有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成年男女 严重的都是独独 被被流传下来的走婚系统 慢慢出去走婚 女人她一样能够出去 就带着张女人 就张女人这个人 就是女性的组成的 她的孩子 然后她的孩子 她的母亲 她的父母 这样一代 甚至方四代 动力性 组成的家族 这个婚子怎么走呢 您可以瞧瞧这个 这是摩托人 一年一度的 壮大节日 潮山节 每年农历 7月25这天 我们都会 潮在 学武 神山 潮山节度了 适婚的男女 今年就别在一块 笑诚 酸 和 舞蹈 笑诚 那是谁不差 和关键是 寻想 心理的 行业 看上了 那就谈离开 交往 吃鸡在小虫 再上 被墨嘴架 男孩 就此后的 查理 和他人的推荒 所以 虽然想 被墨嘴架 结果很大 这个 想要走婚 你们俩身上 主义还还真不及 不过 你也别觉得 自己漂亮 这男孩 就得 相较离开 这是规矩 有人说 摩托人的 这种习俗 应该就是 女儿国保留至今的 活化石 但是 随着 务部与外界接触 越来越多 这里的年轻人 也在慢慢的改变 这就不得不让人琢磨了 曾经神秘的 女儿国 会不会也经历了 同样的命运 但不管什么原因 已经消失 千年的女儿国 永远是 历史上 不可或缺的 遇到风景 因为它不仅仅留给我们 一份份珍贵的记忆 还给我们留下了 无限的想象